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首先我们要请问的就是惠灵 其实我们在冬天的地方 如果根据不同气温的话 究竟应该怎么挑选我们的冬装才足够保暖呢 那如果是比较湿冷的 我会建议 建议这套 对 这一套是人工制造的 是可以挡风防水 穿起来会比较温暖 因为好像下雪的时候 我们不喜欢进室内就变成很湿 那这种防水的会比较好 所以通常都是零下的 就是可以穿这样子的 对 这两件衣都可以在零下 10到20度穿的 可是如果你看这一件呢 这一件是特地的滑雪衣 那保暖性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 可以掉出来 那除了湿冷之外 这个又适合在什么样的天气 这个就是比较适合 比较温和的冬天 好像零上15到20多度 这件就是纯棉的 可是我们在底层可以先穿一件 卫生衣 卫生衣 保暖衣 还是可以穿我们的针织衫 再把它套上去 会足够 那如果这件就是 比较正式的场合穿的 就是如果我有晚宴 还是工作的会议 我可以穿这种天鹅软的打衣 天鹅软在 如果在新加坡穿的时候 是很热的 可是在冬天是刚刚好 好舒服 对 刚上我们哪些部位比较容易冻着 那我们怎么样去保暖呢 那如果我是怕我脚冷的话 我会穿多一层袜子 那如果我不喜欢寒风吹进我的裤子 我会穿这种好像 保暖裤 对 有什么材质啊 有什么材质啊 那个手套是滑雪的 所以穿起来会比较暖 是 那其实有哪些布料 就是适合比较皮肤 容易敏感的人呢 好像 好像我会觉得我的脖子 比较脑的布料 还是比较粗糙的布料 就会导致皮肤比较容易敏感 对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所说的 选择纯棉的布料 会帮助吸汗 也会 它的布置也比较柔软 所以对皮肤敏感的人来说 是比较好的选择 就穿在里面 对 今天医生也为我们带来一些润肤膏 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究竟该怎么选择啊 依据自己的皮肤 天气寒冷的时候呢 很重要是要保湿皮肤 不要让皮肤干燥 因为皮肤干燥的话 就会发红 发痒 会干裂 所以我带了这些润肤膏来解释一下 从最浓稠的 到最液体状的开始 所以天气特别冷 可能零下的时候呢 就比较适合使用 比较浓稠的润肤膏 所以我要示范一下 越冷越浓稠 对 所以这个是最浓稠 这一个就是最液体状 你可以看到它真的蛮液体状 所以这个最浓稠的话 OK 然后还有第二 然后第三 一般我们说起来浓稠就是比较油嘛 感觉到比较油 你可以看你 对这个比较浓稠的 它真的是比较难吸收 所以这个适合零下的 对适合零下的 然后呢 这个第三 最液体的你可以看得出 它吸收 很快就吸收了 很明显 所以天气越冷就适合用越浓稠的 那个润肤霜 通常女生都比较不介意 不介意用浓稠的润肤霜 男生就比较不喜欢 对很油 太油肯定的感觉 所以男生通常都喜欢用比较液体状 比较容易吸收的润肤霜 关键是解决问题 另外我还有一些含有这个 神经鲜胺的润肤霜 它是比较有效来对抗一些干裂的皮肤吗 对 所以神经鲜胺其实是一种保湿因子 在有些润肤霜 就可以看到它是其中一个成分 拥有神经鲜胺的润肤霜 它的保湿耐度比较久 而且它也可以帮助修复皮肤 对 这些润肤霜其实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要注意它的标签 对所以这些是比较有效的润肤霜 那如果有些朋友他原本他不是因为衣服 原本皮肤就比较敏感 他会建议用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所以皮肤原本就比较敏感的话 就是要注意不要用有香味的产品 因为有时如果皮肤敏感 那些香料会导致皮肤 会刺激皮肤 导致敏感加剧 对而且有时严重的话 那个红疹这些可以扩散到全身 对所以除了没有香料的那些润肤霜 那个及早方面也是要注意 那个沐浴露最好也是没有香料的 而且也不要太过干燥的沐浴露 有人说就是如果有湿疹或者是贫肤敏感的话 用橄榄油也不错 对橄榄油可以滋润皮肤 可是有时因为它太过油 所以涂了过后如果在身体再穿上衣服 可能会感觉很不舒服 对我会建议用那个润肤霜先第一层润肤霜 还有那个神经线安保湿因子的润肤霜 涂了一层过后 如果真的是觉得还是蛮干燥的 再涂一层橄榄油在上面 再涂一层就可以了 对 讲到这个人体的皮肤 我忽然还想有一道问题问一下惠玲 这个我们人体皮肤要保养 其实有些东西也需要保养的 对吗 有没有什么这个秘诀吗 秘诀方法跟我们分享 那如果要保养我们的东西 好像在每件 你拿过来好了 每件衣服里面会有一个标签 注意标签 对我们是要注意它是怎么样去清洗的 如果这件衣服我可以是用洗衣机洗的 machine wash 可是如果它只是说 没关系这个大家都有一半都知道 就关注一下这个标签对吧 如果它说只可以干洗的话 我们不可以把它丢进洗衣机 那它的耐久的会降落很多 对对 那么收藏收纳这些衣服有讲究吗 就因为要一年可能明年才出国 或者是两三年才有一次机会出国 出远门 可以好好把它放在我们的处理 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没有偷窃的地方 那种压缩带可以吗 我不会把它放在压缩带 因为一开那个味道就是很强 好像如果有那些动物的纤维 那个味道就是很强 我跟我自己是不喜欢的 但是会对医物造成损害吗 我觉得不会怎么样 如果是一年我觉得还是OK的 还可以的 好 最后请教一下医生 如果说我忘记带这个润肤露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需要注意的保养皮肤 就是如果忘了带润肤霜 就要在国外找个地方买一个好的润肤霜 很重要的一点是 当天气冷的时候 很多人洗澡就喜欢用特别热的水 对 然后舒服 但是这是会伤害皮肤表层 对 所以用温和的 那个室温的水还好 不要用太热的水 非常谢谢 谢谢两位分享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实事面部收看网络视频 视频有约 明天见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